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一块由于公民价值和成本法它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种类 公民价值指的是以公民价值净粮的金融资产 转为成本法后续净粮的长期的全国资 那这个是一个目准上的一个跨越 既然跨越了 我们又简称叫做跨界 整体的照顾处理原则是先卖后买 也说我适同先把这个公民价值净粮的金融资产给它卖掉 然后再去购买长期的全国资 是这样的一个总统思路 那么此时长期股权投资它就有两部分成本构成 第一部分是由原投资的公民价值构成 那如果说原投资是交易性金融产的 我们要做的照顾处理就是这样 近年级长期股权投资 大级交易性金融产成本 大级交易性金融产公民价值变动 当然这个公民价值变动呢 也有可能是在这一方的具体要去看 那这两部分一起构成 交易性金融产此时的公民价值也是它的正面价值 那两个挤出来的差异就形成了投资收益 好继续来看 公民价值质量的金融产除了交易性金融产 还有一种指定的特殊情形 就是以公民价值质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增合收益的金融产 那这种金融产我们的处理就要多一个步骤 所以第一步跟前面的这个交易性金融产非常类似 也是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依然是按照原投资的公民价值来进行确认 但是大一方就不一样了 首先大一期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借记或代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民价值变动 到底出来的这个差额 有可能在借方也有可能是在代方 但是他不进入当期损益 而是进入到留存收益相关的科目 10%的部分进入到益力攻击 其他90%的部分就是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这个科目来进行承担 好转完这一块过后 不要忘了持有期间我产生的公民价值变动 还要形成的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也要把它截转到留存收益的两个科目中去 那截转完毕 我们的第一步 卖金融资产就处理完毕了 那这一块我们回顾一下 长期股权投资 他得到的这个出水管确认金融额的第一块是什么呢 是原投资到公民价值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买的部分 我不是要追加投资才能形成现在非同步下的长期股权投资吗 那此时我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代记民价存款 这是追加的那一部分投资成本 那整体来说 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就有两部分股层 第一部分是转换原投资的公民价值 第二部分是新增的投资成本 好 讲完这一块之后 我们再来看权益法转成本吧 还是刚才那个图我们再给它发现 有一个三八线 三八线以下是公民价值计量的金融产 而三八线以上我们又要换一条虚线 虚线之下是以权益法计算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而虚线以上是成本法进行计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大家看到了 这里我画的是一条很粗的实线 说明这个跨线也就跨界 它的种类发生了变化 而虚线上下它都叫做长期股权投资 本质上属于一个东西 只是在后续计量的方式上有些微的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先卖后买呢 不能 在个别报表上的处理 这一块我们是直接转账面价值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账务处理 是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金额有两部分构成 第一个是原股权 也就是权益法核算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四个明细科目加起来的这个账数盒 还有一部分就是新增的投资成本 有可能你是用银行成本进行支付的 也有可能你是用这个股本来进行支付的 如果说你是以发行全新的证券来进行支付的 那你就代替股本然后代替资本攻击 股本价是这样的一个账目处理 那这一块由于它没有跨越物种界限 它都属于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你全面用权益把核算的这个负两个根部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能不能像前面一样反向进行解转的 不能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暂时不处理处置的时候才进行解转 那这一块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来练习几个题目 首先一道单选题 2020年5月1号 A公司以账面价值600万元 公平价值700万年的扩传商品为对价 取得非关联的B公司90%控股股权 订罪B实施控制 相关手续已经于当日占领完成 下定A公司与B公司派计年度和采入的派计政策 相同 适用的增值税率均为13%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初始的投资成本正确的是 那这一块呢 由于形成的是非同扣 因为这个题目中说了嘛 是取得非关联的B企业的股权 所以它是一个非同一控制价格 写额币 那这种情况下 初始的投资成本 应该是用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这个科目来进行谋述 那具体的金额应该是 你付出对价格公平价值 那付出的对价是 库存商品要按它的售价 并且是含税售价来进行确认 那售价我找到了 有助它的功率价值700万 然后增值税的部分也找到了 那我用700乘以 1加13% 就得到长头的初始的投资成本 那算出来应该是791万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选第一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账务处理 建计长期股权投资 也是一个含蓄的公寓价值 然后代季主定业务收入700 代季交向税额91 就是用700乘以13%得到的 同时不要忘了还要节省相议你的成本 建计主定业务成本600万 代季库存商品600万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同一控制下有关 你是以库存商品作为代价 取得同一控制下的这个 长期股权投资 那又是怎么做的 这个商务处理 我们是不是直接借记长头 没有明信科目 直接就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但是这个金额要看 为何必方 在最终控制方 和平财务报表上 净资产账面下几个份额 比如说你要看 和表上所有的权益 它的一个账面价值 然后再乘与十股比例 那这样算出来过后 如果说有商业的 你还要加上商业 当然中级科技十五反复强调 商业这块呢 我们先有一个印象 实际上很多题目都不会考察到 大家所以这块 我觉得加个零 形成这样的一个公式过后 大家后面学习这个CPA 或者是税务师 大家更好去理解这个商业的部分 那这个是长期股权投资的 一个初始入上金额 同时代库存商品 此时的库存商品呢 你要用到它的账面价值 比如说这道题呢 我就要用到六百万千金额 那借方和代方起出一个差额 如果是代差 就是资本公司资本印象 如果是借差 那就是先去充减资本公司资本印象 如果不够充减呢 再去充留存收益 小块的科目 那这个是同一控制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路障 就这样进行相处理的 好我们来看一道基层分析题 2020年 6月30号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 1000万元 以及一项土地使用权 取得非关联的 异公司的80%股权 并于当日起 能够对异公司实施控制 土地使用权的账面 原价是4000万 以提摊交400万 以提减值准备200万 公寓价值是4200万 假定 假公司与异公司的会计年度 和采用的快据政策相同 控制相关税费 编制假公司的快据分路 那这一块 我们通过读题 其实明确了 非关联的异公司 说明它是一个 非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并且呢 这一块 既然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人数据金额 就应当是 付出相应资产的 对价和公益价值 那既然是公益价值 有两个问题的过程 一个是银行存款1000万 一个是 比如历史文权的过程价值4200万 所以长头的金额应该是5200万 并且呢 我付出的对价 这一块 首先是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我在销售无形产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是 借记银行存款 然后大一季无形产的账面价值 到底出来的差额 应该是放在资产 手机手艺这个科目里面去 对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无形产账面价值 它有三次科目共存 无形产本身 是原价4000万的 然后它累计继续了400万的参销 还有200万的金准备 那这三块一共拼凑出 它现在的账面价值是3400万 那除了这一块 我们还支付了 民航存款1000万的对价 那这几块我们把它 倒击 发现有一个贷方的差额 这个贷方差额就是 无形产的数字损利了 我们用资产数字损利这个科目 来进行不算 金额是800万 那这道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道金融资产的 首先 2020年5月1号 加公司以一下债券投资项 比公司进行投资 在比公司注册资本的70% 该金融资的账面价值是3000万元 已经积极了简直准备200万 说明原本的这个债券投资的成本应该是3200万哦 通过这个条件我们应该是可以反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 另外这项金融资的公民价值是3200万 他告诉你不考虑其他的相关税费请编制相关换计分路 那此时我们借记 而这股权投资依然是按照这个付出资产的公民价值来确认的 付出资产公民价值已经造成了是3200万 那这个时候还要消掉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 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是3000万 但是有两部分都才 一个是他本身科目 就是他本身科目 还有一部分就是债券投资减准备的200万 两个共同形成他的此时的账面价值 那公民价值跟账面价值一节 所以就形成了投资收益 还有个200万的一个差额了 那这个是我们以债券投资 取得长期债券投资的一个题目 再来看一道 按摩20年5月1号 假公司已向其他债券投资向一个公司投资 他们依然是不属于存控制下的这个眼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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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